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 他们实际上是蔑视任何规则 蔑视任何制度的 甚至于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甚至于 例如说赤裸裸的宣称权力来自枪杆子 所以说是不是这种合法性对待 并不是那么重要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功夫 甚至冒更潜在的代价去玩这个游戏 你是怎么看的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实际上我觉得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基本上权威主义的 所谓政治合法性问题 它是一个精英内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的都讲 就是说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合法性如何 我这个书上来讲这个理论 也先界定就是说 所谓合法性 这个概念到底是讲什么东西 那基本上呢 就是我是追溯到 白拉图和韦伯 就是我们看到他们强调的 就是说实际上是 掌握权力的人的个人 或者是作为一组个人 他们这个权力是如何得到的 那么这个权力 就是说他的这个找眼点 是领导人个人 他的这个关心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权力的来源 所以那么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呢 来讨论合法性这个问题 而不是像今天呢 现在很多人呢 就是说一个是讲这个 比如说经济的发展 这个市政的表现 这个产生合法性 我觉得这个理论呢 就是说 他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就是他把这个事物发展的 这样的先后顺序给他颠倒了 就是说你没有掌握权力 你怎么能够有好的市政表现呢 是吧 那我可以 你说你市政表现还好 我可以讲 我如果上级第一市政表现还好 所以你不能说 你拿到了权力以后 你拿到权力以后的表现 来反过头去论证 说我这个权力当然是合法的 这个事情的先后顺序就是搞颠倒的 那么再有一种流行的合法性这个概念呢 就是讲说这个制度是不是合法 那么这个当然制度这个概念呢 在英文里就是说 所以institution呢 就比较容易精确的讲 因为我们知道 就前两天刚刚去世的这个经济学家 Douglas North 他提出的这个经典 关于institution的定义就是说 就是游戏规则 那当然就是说 你如果按照游戏规则完 那你的这个赢就是合法的 你如果不按照游戏规则完 那你赢了也是不合法的 是吧 那在这个意义上呢 就是说制度实际上本身是决定什么合法不合法 然后你又来讲就是说制度是不是合法 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这个层次的问题肯定也有 就是说 为什么比如说 在美国大家按照民主这个制度来玩 在中国就是说 他不让你看到按照民主这个制度来玩 这个 因为我可以讲就是说合法性这个概念呢 事实上在政治学里面是很古老的一个概念 但是所有的政治学家都承认说 这是一个最复杂最模糊的概念 那我只是做了一点尝试试读化的理性 那我不能否认说在其他层面还有合法性问题 那我这里就讲就是说 个体领导人他的权力来源是不是合法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结合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权威主义政治它有两层游戏 就是政治都有两层游戏 但民主政治它把两层游戏 就是说精英之间的竞争 和精英是不是被大众接受 这两个两层游戏变成一层 那么权威主义政治呢 它这两层还是两层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党代会 这样的一个权力游戏也好 合法性游戏也好 基本上是无关大众是不是接受他们 这个包括毛泽东 包括后来就是说 这样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 他们能不能够取得这个权力 和他的权力就没有 带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 也是和中国的老百姓大众是没有关系的 就大众没有任何机会来发表意见 他们也不关心用任何的设施 用任何的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来让你给他这个授权 他都没有 那么他只有这个党代会呢 它是一个精英内部的一个权力游戏 它是这个用这个游戏呢 使得这个领导人在精英内部被接受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精英内部接受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实际上一个领导人 他的这个合法性会被谁挑战呢 他不会被一个大街上的一个老百姓挑战 那个老百姓是至于他没有对他没有威胁的 那你就只有大街上的老百姓 做到一定的程度 相当的程度 像天安门 1980年天安门那样才会 才会形成那样的真正的严重的挑战 但是其实在那样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看到 那当那些你们这些游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 要求哪个领导人的话 那那个领导人恰恰就是要倒霉 当你们反对哪个领导人的话 那个领导人恰恰就是要上身 他的结果也不是那么现行的 所以在基本上就是说 他只是看在这个政治经营内部 那么大家是不是接受了我 是不是接受了我 那么这个接受我呢 当然像刚才讲的就是说 事实上是不按规则 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来把对方放在监狱地去也好 导死也好 怎么样也好 但是呢 你会看到 他这样的话呢 就是等于不断的鼓励 别人也可以这么干 所以呢 实际上一旦一个领导人掌握了真正得到了权利以后呢 他就要把它合法化 所谓合法化呢 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毛吧 是这典型的 我这个书里呢 对七大的研究也比较多 一个是七大的材料比较丰富 另外一个是共产党七大的确实也奠定了 一直到今天 这个共产党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运作的基本框架 那你会看到毛实际上在1945年以前 我现在一下记不去的那一年啊 1933 反正是就是王家祥从摩斯科回来 带来这个 共产国际的话 就是说不要戴争了 毛泽东同志就成为 毛泽东同志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那么从这句话开始 应该说毛作为领导人的地位就已经稳固了 但是呢从这一直到开中共七大 1945年开中共七大 大体上中国中间经历了 有个大约六七年的时间 大约六七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六七年的时间呢 毛不断地推迟中共得把他会开会的时间 而且不断地呢 采取各种手段 包括这里面特别研究了 比如说整风 那么延安整风实际上就是要大家接受 这些在延安的这些政治经营们接受 就是说毛是我们唯一的领袖 然后这个文在里面引到一个七大的代表 他来到延安整风过程中来到学习 他第一次听说 毛泽东是我们唯一的领袖 他以前呢以为张国焯也是 他以前以为王明也是 那么别人告诉他这个他觉得很新鲜 然后他学习了以后他觉得他接受了这一点 真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 实际上你会看到毛本人是非常重视这一点 在这个没有一切条件成熟以前 他是不敢开其大的 到开其大的时候呢 你看到他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那里面有些细节的 比如说一进会场 那里就挂着毛的图形 挂着毛的画像 你要知道现在在美国 那个投票点是不能挂了现任总统的画像的 是吧 那这等于一个暗示就是说 那他就是掌握权力的 这个那等于暗示就是说 你要选择谁做领导人 那么即使你是现任总统 那你在投入下一任这个连任的竞选过程中 你和你的那个竞争对手实际上是平等的 你不能利用你的现任这个位置 这个 所以这个等等这样一些方式 就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毛本人是非常重视 就是说这个七大最后 把这选举 哪怕在之前如何实际的已经掌握了 中共的领导权 如何实际的已经成为 所谓无可生意的 不能被挑战的这样一个中共领袖 但是呢 这个整个中共这个党代汇这样的一个机器 最后把它合法化 对他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 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那么毛呢 实际上你又会看到 他本人是最无法无天的一个人 这个他自己讲的无法无天 但是你看这个 我这里面也引到 当他和刘少奇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 在巴大以后 这个当然就是这个 毛那天就开会了 这是中共官方写的这个毛传里面 讲的这个材料 就毛那天就拿着这个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会编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两本书来到会场 他说我希望你们看一看这两本书 这是你们自己投票通过了的 这个说赋予党员这个表达意见的权利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那我也就算这个党员和公民吧 那我又没有表达我意见的权利 所以你就能看到 当他一旦他感觉到 他的权威遇到挑战的时候 他这时候不能说 老子就是最大的领导人 你们为什么要搞我 他不能这么耍横 他必须拿着这个宪法和党章 而且他还告诉刘少奇那么多的人 这是你们自己投票通过的 所以虽然在这个整个这个党代表大会过程当中 这些讨论也好 这些鼓掌也好 这些投票也好 都是象征性的 但是呢这个政治学里有一套理论 就是讲这个象征性的权利是如何重要 其实呢对于越是落后的政治 象征性的权利就越是重要 所以基本上呢我就 就是想这样来讲呢 就是为什么这个 你说代价其实也没有多大代价了 他就要有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夫就是了 是吧 但是他功夫呢下到了以后 得到这个成果对他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从成为 他就成为一个所谓实际上的领袖 变成一个合法的领袖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对于这个精英内部 我是讲他是一个合法的领袖 对他是一个合法的领袖 那么当然呢我其实呢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一套合法的话的过程 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 权威主义所内在的这种 这个合法性赤字 但是呢他至少使得这个来参加会的 这所有的人都说 这是我们投票选过的 这是我们投票通过的 那么他们都没有任何理由 再起来这个挑战 这个领袖 那么这个呢对他来说就是说 只要能来参加会的这些人呢 实际上就浪廓了共产党的 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经营 那么这些人呢 他的这样一个服从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 对于这个合法性的接受 实际上还是很关键 对于这个是 对于这个确定的 有点的 那个白糖